中医到底是什么? 中医是指中国的医学吗? 还是中华的医学? 那如果这样称的话 那日本的汉医是中医吗? 或是有些人有看韩剧 韩国的韩医呢? 他们是中医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自己下了注解 则是中医是一个中庸之道的医学 就是什么是中庸呢? 中庸就是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 因为我们身体 各个系统以及器官之间 如果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那我们是一个非常健康 可以非常健康活动的人 但一旦我们今天身体的平衡 也许那个天平歪了 那样我们身体就会呈现出一些症状 让你感到不舒服 那中医的目的 就是在帮助人们 找回自己身体的平衡 而且中医是一个相当贴近生活 道法自然 而且坚固身心的医学 天静生活的话 则是用非常亲切的比喻 让你可以了解 中医的思维到底是什么 它很多对于病人身体的描述 都是观察自然现象 去做出一个结论 那坚固身心呢 则是指 中医在看诊的时候 不只是会看到你身体上 也许是脏器或者是系统上的病变 中医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的心情 也会很大的影响到你身体的状态 好 现在讲到平衡 平衡的话我们拿水 下雨来做例子好了 那如果今天不下雨 那水库缺水 那缺水的话 也许我们就要限水 没有水可以用 然后不能洗澡 然后也没有水喝 量化很痛苦 但是我今天台风来 带来的雨量太大 那造成水灾 那也不行 所以同一件东西 如果太多太少 都会产生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那个适切的平衡点 那说到这些平衡 相信很多人都会 听到一些中医用语 比如说什么是阴阳啊 或者是虚实 那阴阳跟虚实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 我来为各位解说一下 在最右边 一个健康人的状态 在一个健康人的身体里面 它可以大致分为 有两种物质 一种是阳的部分 一种是能量 阳的部分就比较像能量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进行我们每天 日常生活活动 可以让我们动起来 至于阴份呢 阴的部分就比较像是 阳份 或者是可以修护 或者是滋润 滋润灌溉 我们身体的一种物质 但这两种物质在身体里面 如果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呢 是可以让我们 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 让我们可以 执行正常的自然 每天的活动 然后在晚上休息的时候 也可以修复身体 但如果今天我们阳的部分太多 也就是能量太高的时候 那我们身体就会热起来 就会在往旁边移到 就是所谓食热的状态 食热状态就是 阳的能量相对于阴的能量太多 但是虽然阴的部分没有少 但是是阳的部分多出来 那这个就叫食热 那相对于食热 可能大家会听到什么 常常听到什么 虚热 那虚热则是指 阳的部分并没有增加太多 或是甚至没有增加 但是阴的部分太少了 那这个相对关系的产生 也是变成说相对的阳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时候也是会有热的情况产生 但是并不是阳太多而是阴太少 所以这个情况是虚 是虚热 那同样的状况对应到寒的状况 也是如果阴的部分太多 阳的部分虽然没有减少 但是身体可能呈现出来是一个比较冷 比较凉的状态 那虚寒的话也是 是阳的部分太少 虽然阴的部分没有太多的增加 但也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寒的症状 那刚刚讲了那么多阴阳虚实啊 可能你会冒出一个问题 讲这么多虚无漂白的东西 那中医到底科学吗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我只能说 现代的科技还无法很好地量化中医的疗效 所以如果用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 很多时候是很难测出中医的疗效 如果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对于这个问题 想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可以推荐各位在YouTube上面去搜寻 台湾Bar的影片 它其中一集的标题是 清净中医 那我觉得在这个影片里面 它非常好地讲了 非常好地讲解的这个问题 是中医需要科学化吗 或是中医科学吗 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就切入到中医系的部分 中医系这部分的话 则是以我所就读的中医系 然后同时双足球医学系为例 我对于中医系所下的一个注解 就是在混沌世道中追求最适切的平衡 追求平衡就是 我前面所提到的中医的最基础的概念 但是或者是混沌世道中呢 则是不论是社会或者是周围所处的环境 或者是身体 都有可能去影响到你身体 所以在这样多变 而且会容易影响到你自己状态的时候 追求这个平衡就很重要 当然首先我还是会介绍一下 从大一到大七的课程 这张图呢是从长阁大学中医系的网站上 所拿到的一个像是中医课程的学习地图 从大一开始我们会先从最基础的中医基础理论 帮刚开始接触中医的学生们 建立一个最基础的中医价值观 再来的话还是会教导各位 教导新近的中医系学生 那中医如何做出一个适合的诊断对于病人 那因为中医发展的时间相当的远远流长 然后也会学习到说中医的医学史 实在是怎么样发展的 然后再来也是有经典阅读部分 先是内经 皇帝内经 那到大二之后会学习到中药方济学 是学习如何在做出诊断之后如何开药 那到大三会加入更多的经典阅读 像伤寒论 然后大三大四会有更专科的中医 中医分 临床分科 像是伤科啊 或者是中医的眼耳鼻喉科等等 然后还有加入了临床的技能 例如说针灸治疗 或者是伤科推拿等等 那到大五呢 持续会有一些中医的专业科目加进来 但是比较特殊的是 在大五下的中西内科 因为我是一个中医系双组学医学系的学生 所以蛮大一个优势就是 在做整合医疗的部分 就是在同一个病人身上 同时可以有中医介入以及西医介入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 可以帮助病人增进疗效 或是减少副作用 所以这是这个科目特别要学习的部分 然后接着到大七 大七就是各式各样的中医的实习 然后各种专科 包括内科 副科 商科等等 但也许有人会注意到 并没有安排大六的课程 因为大六的话完全都是西医的实习 所以并没有安排任何中医的课程 那接下来从大一开始 大一的话进来会有 各式各样的通识课程会要休息 再来就是一些最基础的科学学科 像是普通生物学 有机化学 物理学等等 那中医的科目呢 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中医基础理论 还有中医诊断学 还有皇帝内经 这样的经典阅读 升到大二之后 会还是一样会加入一些 更专业的西医或是科学学科 像是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维生物免疫学等等 那中医科目则是有中药方济学教导如何在做出诊断之后 适合用出适合的药帮助病人 还有就是中国医学史学习中国中医的发展史讲 还有中药炮制学则是在介绍如何将中药材从新鲜的或是生的药材处理到可以使用 到大三则是西医科目的重头戏 解剖学 组织学 以及生理学 还有寄生从学都是西医的很大的基础 其中特别是解剖学 相信是不少医学生 梦寐以求 或是有十分多幻想 或是期待的一堂课 而且它的内容的知识涵量也是相当的大 那除了这些最主要课程之外 还有一些比较次专科的部分 像是影像解剖学 胚胎发育学 神经生物学等等这些 那大三的中医课程 因为西医的课程相当的繁重 所以相对就比较少 只有教授了中医内科学 像经络数学学 还有一本的经典阅读是商涵论 再来 这是一个 大家听到都会蛮讶异的一个学期 就是 其实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 我们是没有暑假的 因为中医的科目其实相当的多 所以我们必须挤出这第三个学期 才能够把中医的科目全部都休息完 那 在这个暑假要修的课程 主要有经典阅读的部分 像是文病学 金贵药略 或是难经 那 中医的专业科目 临床专业科目 像是妇科学 内科学 眼耳鼻喉科等等 还有一些治疗的技术 像是针灸治疗学等等 那 神道大四呢 就是更多 更 接近临床的 洗衣课程 像是病理学 药理学等等 还有一些系统医疗学是在 介绍 临床上如何去 注意一整个系统的问题 例如说呼吸系统 消耗系统 心血管系统 如何去诊断 而且如何做出相对应的治疗 那 大四的中医科目也相对的比较少 就中医外科学 以及中医临床技能 但是这边 呃 要 澄清一件事就是 中医外科学并不像西医的外科学 主要是像是 我们一般能理解的动手术 中医外科学则是比较像在处理 呃 感染问题 以及皮肤科的问题 所以比较像是嗯 西医的皮肤科学或是感染科在处理的事情 然后大五 升到大五呢 则是开始进入医院进行各种西医科别的实习 那 这时候上的 课程就相对的比较少 但是 但是还是会休息一些比较特殊的领域 例如说法医学 那中医的话还是 有 呃 专业的课程加进来 例如说中医而科学 还有刚刚前面提到中西医的那科学 再学习整合医疗 那 到大六呢 则是更多的在医院内 各种西医科别的实习 大七的话则是中医的实习 包括内科 复科二科 针九科 以及骨科 或伤 骨伤科这些 那 讲完了整个七年的课程 那中间还是有一些选 刚刚前面讲的都是必修课程 那 这边还是 可以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一些选修课程 那西医的选修课程相对比较少 像是新建图判读啊 或是临床推理 医用台语这些 但是中医的选修课程就有蛮多的 像中医科的见习 这些见习主要是给 还在学校的学生们可以 到医院 到诊间去 实际跟着一位成熟的中医师 了解整个看病啊 问诊 做出诊断 并且开药的那个流程 那中医各家学说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因为 在中医有很多的派别 因为 幅员辽阔 产生各种派别 那会有老师带着我们看看 各种不同派别 他们的精神 以及他们的差异 中医的思路的话 则是在 讲现代 的中药 到底是 呃 如何被处理 或者是 现在在台湾 中药的现状是如何 那中药药理学则是用一个 比较 科学的方法去分析 各种中药材 它里面的有效成分 到底是什么 中医英语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段课课非常 呃 奇妙 中医跟英语要怎么扯在一起呢 因为事实上 在全球 都越来越能住 关注到 中医的疗效 以及它的 神奇的地方 像是 甚至在俄罗斯 或者是德国 这种 非常 非常 可能是 非常科学化 或者是理性的 欧陆国家 他们 也有 他们的中医意愿 纯中医的意愿 甚至在美国 其实是有一个 被认可的专业叫做 针灸师 Acupuncturist 甚至在 美军 也有 延揽人才 去到军中 来帮帮做针灸治疗 所以 在未来 也许要跟国外的人 很好地沟通 你的中医 你的中医知识的时候 英语的 怎么样把它转换成 英语名词 就还蛮重要的 在中医要算的美容 像 因为中国人对于食补的概念 是相当的根深底固 所以在食补的概念 中医药膳与美容方面 也有选修课程可以选修 中医文化讲座 则是比较像是 邀请成熟的临床医师 或是学友所常任的医师来 分享他们的经验 那中医药研究则是比较像是 近实验室所跟随的专题研究 预觍 制作人 封实验室 制作人